近期入夜后 这里成为了杭州年轻人聚集的场所 这就是浙江省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的青年公益课堂 据了解 索纳课为该馆首次开设的课程 本来预设了16个招生名额 报名者却达491人 当天的教室里座无虚席 16名学员都是年轻面孔 大家带着自行准备的索纳 有的学员还给索纳做了彩绘装饰 90后沈阳告诉记者 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让他十分享受 自从学会用索纳吹奏第一首曲子后 他成就感满满 课堂结束后还要继续学习 就跟印象中的不太一样 因为他现在的流行曲目 然后密学并成这种也可以吹 就像老师说的 就索纳不仅是大喜大悲的 也可以含情默默的都可以 我刚来是不太不太了解的 但是学了之后就慢慢对这个感兴趣 就学会一首曲子就有成就感 然后就就就一直建制到现在 大家特别的纯粹吧 都是在讨论音乐 都是讨论在索纳 就是大家都沉浸在这一个环境里面 就感觉特别的好 索纳班的授课老师叫薛天龙 是一名青年索纳演奏者 目前在浙江演艺集团民族乐团工作 他告诉记者 索纳班开班之初 他也是抱着尝试的心态 得知线上报名人数近500人时 他深感挑战 他称索纳表现力丰富 是明月的突出代表 有着较高的学习难度 但作为一门业余课程 通过有限的课时 让学员们学会吹奏几首曲子 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为此他对于课程的设置 也是沙费苦心 首先是我自己 我本来就是个年轻人 那么我是经常会做一件事 就是用当今年轻人的语言 来诠释老祖宗的智慧与文化 实际上在课程内容上 教授上也融合着一些 当今比较火爆的一些歌 小曲儿 而且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叫做古为金用 那么大家在内容上 首先就是跟自己内心 产生了一种共鸣 那么就使得大家更愿意 有动力 可能就忽略掉这样的一个枯燥 可能继续会往下去学习下去 任何的传统文化 在传播的过程中 都是会融入当下很流行的一些东西 才能更好地去发展 也诠释着它更好地去传承 今年36岁的薛天龙 是黑龙江哈尔滨人 7岁时开始学习唢呐 经过不懈努力 薛天龙本科考入中国音乐学院 研究生又考入上海音乐学院 有着十余年教龄的他 对于在夜校授课十分有信心 他希望通过这里的课程 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 让民众喜欢唆呐 喜欢传统文化 一起传播分享传统文化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一种觉醒 那么实际上大家巴结客 不一定说是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学透 包括任何的一个传统文化 它需要市场 它需要有很多共鸣的人 来去欣赏它 喜欢它 能发现它的美 最核心的还是 我们踏踏实实的在传统文化 传播的过程当中 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去和学员们去教授 传播分享 在采访中 浙江省文化馆党总支书记 广场阮静认为 如今特色夜间课堂的火爆 源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精神文明的追求 他也向记者分享了 浙江省文化馆的秘诀 通过三个改变来充分满足市民的需求 让年轻人喜欢泡在文化馆里 第一个呢 我们把之前的抢号变成摇号 谁都可以报名 在这里文化圈 那么最后呢 通过摇号的方式产生结果 这样呢就比较公平 第二个呢 我们在课程的内容设置上 做了改变 之前呢 我们是比较单一的 都是文化艺术为主 后来我们把内容进行拓展 比如说茶艺啊 比如说美妆啊 我们也增加了很多传统文化的课程 像乐剧啊 唢呐等等 第三个呢 我们是整个形式的改变 之前的这个教学呢 可能还是比较传统 我说您听 那么后来呢 我们使课堂变得更加活跃 这样呢 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就是吸引到我们的士兵叶小组来 软镜介绍 今年的春季班 共开设75门功课 传统文化占了30% 包括古琴 乐剧 唢呐 传统体育 传统音乐等等 他呼吁社会 关注文化生活 特别是年轻人的文化生活 给予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让大家的心灵得到释放 一方面呢 我们根据学院的这个问卷调查 我们会增设一些新的科目 也是充分满足他们的需求 然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在点位的拓展 包括这个县市区 特别是像城区 他们社区里面设置的市民夜宵课堂 还有在商场的空间里 如果有条件也可以设置 另外呢 在一些这个其他的公共文化空间 也开设一些市民艺术学堂 这样呢 我们是尽最大的可能 是文化部门联动社会 就是满足市民大众 对文化艺术的这种需求